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征25%的关税 也就是从10%提高到25% 那么这个举措之后呢 中方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这种反应 同时我们看到呢 有报道说 这个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呢 就是习近平一票否决了中方的贸易谈判代表团 或者说贸易谈判的这个团队所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预案 也就是说对美方做出更多让步这样的预案 同时呢 近平表示呢 一切所发生的后果由他负全责 那么这当中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这种信息 或者说美中的贸易谈判 最终的这种现在似乎有面临摊牌的这样的一种危险 或者说可能性 那么这次中方代表团来到美国之后 会不会是继续坐下来好好谈 还是有可能在美方的这种枪口之下呢 是掀翻这个谈判桌 离析而去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首先想请纪硕明先生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 谢谢主持人 最近我在今天网上突然看到 有不少网友推出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长达两个小时 讲的是20年前朱庸基到美国 那次我们记得朱庸基讲的很经典的话 我到美国来让美国人消消气 他跟克林顿的一个记者会的一个讲话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中国是要面对一个市场开放 那么面对市场开放呢 中国政府没有考虑这个市场开放 对执政当局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是不是会动摇执政的这个基础 完全是从市场 从中国经济发展 从老百姓的福祉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那市场也证明中国入市以后 在各方面的这个面对市场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中国是占尽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那个这个20年的这个发展 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涨进和它的收获 那么这一次刚刚那个安华讲了 那个其实本来这个大家的认为这个去上个礼拜的这个贸易谈判 那个好像美国这边都是说这个有进展 那突然之间那个星期天特朗普出来了这个推特 那么使得这次继续谈判有惊有险 那不仅惊而且也险到底会谈成什么样的情况 那个而且时间非常短 那个特朗普已经是下了最后通牒 就是星期五就要这个对原来加深10%的税 要提高到25% 那么这个对去的那个谈判 刘鹤为代表的这个中国谈判代表团 就在一天时间里边要做出让美国满意的结果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至于刚刚讲到那个有媒体觉得就是提出这个习近平一票否决 那个使得原来谈判的这个成果最后被推翻 而且他这个负全部责任 如果说这个媒体的公布是事实的话 那个我认为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的这个说法是那个习近平承受着很大的 那个来自左的方面的领导层的这种压力 那么这种压力主要是从历史角度上去说 你现在的这个打赢美国的这个条件是不是上权辱国 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要去证明 这个可能给他的一种压力和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即使从历史角度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信息 如果这存在的话 说明这个左的力量能够给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 那左的力量也是挺有利的在现实这个社会当中 还有一个现实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那个这是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压力 什么现实意义上的压力呢 是媒体同时也报道了说就是那个在这一轮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原来承诺的是有很多甚至于是要做法 中国原有法律上的一些调整 那个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原来讲到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而且是比较大的 要法律上重新做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呢其实有可能我认为是涉及到 或者说当局是考虑到会不会对目前的执政当局的这个执政基础有挑战 那就在现实上会危害到这个执政的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那么在法律上在做调整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面对开放的市场 最终产生的问题能不能可控 如果不可控 或者说他现在做出的这种撤回承诺 实际上就是担心 就这样的一种承诺 会对中国的这个社会对执政可控问题上产生了危机 那么所以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收回了这个承诺 但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谈判谈判 本来就是那个根据判断来谈 最后达成双方可以接近的目标 其实这个特朗普现在指责中方违背了承诺 有了变化 所以他也改变了这个策略 其实我们看整个谈判过程当中 就是这么来来回回 美方也做过很多的对以前承诺的这种推翻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谈嘛 那么现在问题是在谈判过程当中 美方是透明的 他是在透明当中嘟嘟逼人 而中方往往是不透明当中哑巴吃黄连 现在就等于说所有的信息 我们如果在中国内部是根本看不到 就刚才安华你讲的媒体的报道的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判这种变化也应该是正常的 就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大家来取舍怎么最大化自己本身的利益 然后做一些妥协 那么我觉得如果要讲到 虽然刘克能够如其而去 那么这个是说明北京还是有诚意 并不是说你一拳来我一脚去 要跟你硬顶 那么还是希望在这个原来的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看看能不能再能够有互相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但是我刚才就讲了 现在的这个谈判跟一个礼拜前 大家期待的可能会达成协议 我觉得是会有差距 不仅有惊而且有险这次谈判 谢谢 好谢谢季先生 我个人的感觉 我认为这次的这种发生这种转折 应该说是美方的长期以来对中方的这种决策层的 一种不满的一种回应 我们知道特朗普川普总统在之前 几个月以前就曾经说到 美中贸易这个谈判之所以不顺利 主要是有这个习近平主席当中在作梗 这是他当时所发表的这种观点 那么当时他也甚至都表示说 看来这个和习近平这种朋友的关系 是不是都可能要结束了等等 那么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议题 包括朝核问题等等 但是呢他当时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 他就认为或者说他已经知道 习近平在当中呢 是有这种阻挠的作用 或者说阻挠 所谓这个阻挠的就是阻挠 做出更大的让步 那么这也是说明了 就是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下呢 他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他现在呢 应该说是一票否决 也就是说要承担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责任 这样的话都已经说出来 就表明他的一种决心或者是一种态度 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你即使现在刘鹤如期也好 或者推迟一天也好 到美国来谈 那么这个他的这种大的氛围 就已经是不存在了 一种好的或者说一种良性的 这种氛围就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刚才季先生 我很认同你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现在呢 中共实际上考虑的 就是他的一种执政地位的问题 执政基础是不是会 因为这次贸易谈判所做出的让步 而受到很大的这种损害 或者说甚至引起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甚至危及到中共的这种政治体制方面的 这种所受到的威胁 所以我想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双方在篮子里面都放了很多不应该放的东西 已经是这个谈判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而是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所说的俗话说叫有很多私活在其中 或者说有很多呢 隐晦的这种目的或者目标在其中 那么我现在想听听 彭先生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刚才季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个停下来 如果习近平真是主动提出要不同意美国的积蓄的一些要求 让中国做更大的让步的话 我想这一点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左派 中国的左派对习近平可能有很大的压力 让他就说在国内早就有这种声音了 就是说习近平如果签下这个新的马关条约的话 那就是上权如国 这样的话对习近平他自己的权位 在党内的地位也有挑战 再一个就是刚才藉先生所说的 那就是可能他们考虑到 如果让步太多的话 开放太大的话 实控中国政府对外来的资金和资金参与 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涉足的话 失去控制 然后导致甚至社会的一些言论必须宽松等等 对整个局势不能做不到有效的控制 这样的话 这种考虑是很可能也是导致了这次如果说中方主动 反对或者收回过去的承诺 这是一种可能的 再一个是习近平的个性也有起作用 习近平跟川普的个性比较接近 都是桀骜不逊 也不愿意轻易向对方妥协的 这是我想这也有可能 让习近平要亲自出面来阻挠进一步的妥协 第二个就是我认为中国政府本身内部对谈判的条件 妥协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说据说刘鹤这些 以为代表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 他们是比较倾向于更多的妥协的 但是党内有很多保守的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所谓反习的势力 对习近平如果中国代表更多的让步 持批评态度或者甚至是指责的态度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方面反悔是可能的 但是刚才也就像刚才这个技术先生提到的 美国方面也有这种类似的什么出入反而的一些行为 也有突然收回这个承诺的这些先例 而中国方面也习惯这个美国方面 打来打去这种游戏的现状了 我是插一句 因为之前很多评论认为 现在美方似乎是说在川普 尤其是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后 似乎或者说他的通俄门调查 已经是没有这种负担了 他现在认为国内的这种政治局势也好 同时他现在是想再拉拢俄罗斯 来和中国进行一番对抗 那么看来他前几天和普京进行的 一个多小时的超长这种通话 似乎谈得很好 有人认为这也是让川普下决心的 干脆和中共开始近乎于摊牌 这样一种举措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也看到 我个人有些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做出这种判断 或者说这种决定 一票否决也好 或者说收回成命也好 我觉得这是他本人的 而不是说他所受到了这种来自左的 或者说是对他的这种反对势力 这种压力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之后在今天正好 有一个事件就是马关条约正式实施 这是当年这个马关条约实施 就是在5月8号开始 我们历史上今天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认为实际上习近平 他的这个所谓这种历史的忧患意识非常强 他对所谓这个中国近百年来所遭受的这些打击 屈辱民族这种沉沦 他是痛心不已 这是他多次强调的事情 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他是受到了压力 而恰恰就是他本人是这种力量的一个代表 就是说对这种让步感到很忌讳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报道 就是曾经看到报道说 他对这个刘鹤的这些经济理念 实际上我觉得还不是说 虽然这可能是他所信任的人 但是他对这种他所抱持的这种经济理念 并不是完全接受的 而且甚至有人说 有报道说 那么习近平对刘鹤有不满 原因就在于他跟李克强在经济 经济这个理念上似乎是穿了一条裤子等等 那么这个这是我的一种观点 但是同时我想问问二位 就是我们今天咱们做一个预判 刘鹤这次带着这种沉重的这种负担 来到美国来谈判 能谈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换句话说 有没有可能崩盘 季先生先说 能够谈出什么东西 我是没办法预估 因为那个透明度不够 那个其实美国也没完全讲明白 那个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包括北京要推翻什么 现在都是媒体在说 那北京这边 中国这中方这边更是首口如瓶 连批评美国的话都不说 那个所以你很难评估 那个最后会谈出什么 什么那个什么样的一个 拒绝一个东西 但是我相信 既然北京下决心还是要去 因为原来有几种版本 一个说不去了 就是硬碰硬了 一个说刘鹤不去 要晚点去或者换人等等 但是现在还是照常去 但是是推迟了一天 这个推迟当中 可能北京也是在想一些对策 我相信其实签这个协议 就是双方都有这样的迫切性 包括这个特朗普 他首先先讲了这个太慢了 那太慢什么意思 就希望要快点 按照美国的利益来签 对吧 他实际上是希望快签 那么对中国来说 那个既然事情已经到 已经到这样的一个 差不多要撕破脸的 这个把原来的协议 全部要撕掉的 这个情况 其实北京应该也会急于想修好 不想把这个事情 这个再能够再拉持下去 那个拉持的这个过程 对中国其实也是很不利的 因为待会我们会谈到 接下去的一些问题 所以那个北京希望要稳增长 要社会稳定 如果说跟美国谈不好的话 这个稳可能就是会被打破 嗯 好的 那么彭先生你怎么分析 预判 人为美中双方都还是有意愿的 特别是专业团队有意愿 至于习近平和川普 这个你来我往这个 你打过去我打过来 这时候搞一些冲动性的行为 也就是为了抚养 也就是抬价了 就抚养抬价 我当然认为当时从刘鹤也好 还是美国团队也好 这些专业团队仍然有 就是说有这个欲望 尽量达成那个一种协议 尽管双方 必须都做出一些牺牲 这种欲望是还存在的 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存在的话 中国也不会 美国也不会再邀请牛 或再过去了 既然那个 既然那个川普说的话 就一锤定音的话 那么就不存在在谈判的问题 说明川普说这个话 并不代表美国不谈判了 而且中国 中国即使 就是说收回了一些承诺 也不代表 这个中国不愿意谈判 而是中国 中国的一般的习惯就是 就自己压高 我不愿意跟你们打贸易战 但是我也不愿意 跟你什么 就是说 硬碰硬 我尽量给他谈的时候 一个是拖时间 一个是跟你磨合 跟你谈条件 让你最后磨不下去了 都没有耐心了 而且中国好像看见 美国方面有些不耐烦 有些什么 川普为了他有 有点激攻击力的事 是想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对2020年的大选 也有很大的关系在里边 而且刚才王源生也提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川普这边很有底气 跟中国跟美国的经济状况有关系 美国的那个什么就业市场 看好 经济也不错 这对美国来说 对川普来说 说很坏也有底气 因为这是这个跟中国打贸易战之后出现的情况 川普认为这是他那个打贸易战的成果 所以说他有点底气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 可能跟俄国有什么商量 但是我觉得跟俄国联合起来抗中 这个一直他估计 这个想法一定有的 我个人认为 甚至俄国一直在后边朝中 这个很多人不谈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原因 导致川普比较有底气 川普为什么在中国 中美贸易谈判上非常急迫 就是因为他在其他外交问题上 没有什么成果 比如说在朝鲜问题上 然后在打压中国5G网络也好 还是其他一带一路方面 他的成果也不大 所以说他在这个贸易战问题上 他想有一个突破口 好的 我们今天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 就先到这